好 另外国际新闻焦点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非常的微妙 美国不断的做出经济上面 这些制裁打压 但是他的国务卿 既然在今天已经来到了北京 来访问这个中国 预定会面的包括了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以及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 那同时呢 在他到中国之前 他也跟日韩的外交部长 都有谈话了 重申防卫盟友的坚定承诺 就是希望呢 这个日韩两国不要担心 在此行当中 他也会确保美中的竞争 不会变成公开的冲突 这真的好冲突哦 又有竞争 但是不会变成公开的冲突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那当然这一次非常 关键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布林肯 有没有机会见到习近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台湾时间18号 清晨抵达北京进行两天访问 他是近五年来第一位访问大陆的美国国务卿 更是拜登2021年上任以来访中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 他强调此行目的是确保美中两国竞争不会演变成公开冲突 布林肯形成满党预计跟大陆外长秦刚以及中共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王毅会面 并且有可能在19号会晤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过外界对于布林肯此行的收获不抱太大期望 认为重大问题仍难以取得突破 但观察家分析至少美中展现出双方没有走到瀕临崩坏的地步 推测布林肯仿中很大可能是在替拜登普路 拜登重申他希望在几个月内与习近平会面 并暗示陆方领导阶层不知道今年2月侦查气球飞到美国的细节 认为对大陆来说侦查气球事件尴尬多于蓄意 不过美国媒体揭露气球事件发生后 拜登当时有意与习近平对话 不过遭到白宫官员劝阻 要避免看起来像是拜登在恳求谈判 如今随着布林肯仿中 美中紧张关系有望趋缓 记者组合报道 好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了北京 展开围棋两天的访问 试图是要为中美关系来荣兵 那新加坡的外长呼吁说不要给布林肯太大的压力 外界也猜测布林肯此行 大概是不会见到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在会见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的时候已经表示 中美关系的基础其实是在民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抵达北京 成为拜登政府访华的最高层级官员 而布林肯本次出访是否真能舒缓 目前美中的紧张局势 拜登认为中国大陆拒绝与美方沟通 其实是气球事件之后面子挂不住 然而美国媒体揭露 侦察气球事件发生之后 拜登当时其实有意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 但却被白宫国安顾问劝阻 因为不想让拜登看起来像是在恳求谈判 彭博社更用此严厉 要中国大陆最好听听布林肯打算说什么 对此环球时报也隔空返枪 文章点出既然布林肯要来 那就要好好地听北京怎么说 跟对美国喊话 高高在上的姿态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也驳斥彭博这篇文 说这简直是威吓 而对于布林肯本次访华行 新加坡外长维文则呼吁 美国不要给布林肯过多压力 因为美中存在许多分歧 要修补关系并非一蹴可击 其实美中双方都将布林肯本次出访的 期望降低 表明不会有成果长清单 但习近平似乎以先就美中关系表达看法 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不只称盖茨是今年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习近平还强调 美中关系的基础其实在民间 等于为布林肯的访华行做出回应 记得林肯素博报道